虚神界隐藏的秘密竟然关乎到了异域为何要进攻边荒 鸟爷与金碧大爷为了防止消息走漏 执意要斩掉石浩的记忆 书接上回 当石浩在虚神界与仙玉的两位强者相遇后 来自万寿宫的续挥剑石浩还未被哲仙咒彻底侵蚀 便一改傲娇的态度非常客气地说道 师兄 我们此次来到虚神界是想要寻找一些东西 而你既然道行还在 那便帮我们一个忙可好 一旁名为伊洛的女子则是略带威胁地说道 只要你相助 我可以保你家人平安 石浩文言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冷漠地回应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伊洛继续说道 这段时间三千周兵荒马乱 谁都说不好会发生什么 比如说你的那个弟弟 天赋好像不错 但有些傲气 很容易得罪人 续挥剑石浩已经开始发怒 于是又解释道 别误会 只是正常的切磋而已 你的弟弟虽然负伤 但休养几个月就好了 伊洛也察觉到了石浩的冷漠 不愿意继续逼迫 于是又放低姿态说道 石兄大可放心 我们回去后必会竭力维护你弟弟 不会再让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其实伊洛之前认为石浩即将废掉 不需要将他放在眼里 可又想到所要前往的地方极度凶险 或许可以让石浩探路 故此一改自负与孤傲 石浩文言神色缓和并点了点头 他自然不希望弟弟秦浩出事 如果这两人能够在上界照看一下秦浩 他也不介意帮助两人寻找所需要的东西 紧接着续会便说道 我们要找一个地方 是一处神秘的囚牢 石浩没有为他们介绍两位大爷 直接表示自己知道那片牢笼 而后便带着他们静止前往了那片区 其实石浩也非常好奇 现于为何要寻找那片牢笼 或许可以从这两人口中探查出一些秘文 鸟爷与金碧大爷一直默不作声 自然也抱着与石浩同样的想法 很快石浩便带着那群人来到了黑色谷殿前 他询问对方究竟要寻找什么东西 续会回应道 石不相瞒 我们是为了这一代的王者才探查到了这里 道友能否帮我们开启几个瓦罐 藏在当中的东西 对我们很重要 鸟爷和金碧大爷面色难看 但是都忍住了 没有发弄 这里每一个瓦罐中都封印着恐怖的生物 一旦放出就会引起大火 可这两人竟然为了得到什么东西想要开启封印 要知道无论是谁这么做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有可能因此毁掉虚神界 故此谁若是想要放出瓦罐中的生灵 那么谁就是两位大爷的敌人 石浩自然也明白其中的可怕之处 于是以身重折仙咒为由 声称自己的道横有所下降 没有开启瓦罐的能力 仙玉两人继续说道 那里封印的不过是一些亡魂而已 如今经过了无尽的岁月 他们都已虚弱不堪 没什么大不了的 到了现在 我们也不想瞒你 那东西事关重大 你应该听闻过异域进攻边框 他们想要杀过来寻找某种东西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处牢笼非常关键 多大隐藏着什么 然而鸟爷与金碧大爷听完这番话后 他们眼神变得清澈起来 似乎是回忆起了一些事情 神色越发阴冷 并冷漠地说道 这种事就是真仙也不知道吧 你怎么会那么清楚 续辉回应道 真仙不知此地 但那位年轻王者却偶然知晓了 因为他的家族乃是仙玉的最强道统之一 其祖上更是仙玉的禁忌人物 依洛笑着说道 我们很坦诚 将天大的秘密都告诉了师兄 十号叹息 没想到这两人什么都敢说出口 日后肯定是要被灭口的 十号看向那两位大爷说道 鸟爷 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鸟爷直接怒斥道 还问个屁 这些人真是胆大包天 竟然连此地都敢泄露 真是活腻歪了 全部镇压在这里一百万年 金碧大爷也变得凶神恶煞起来 并大喝倒 这块地方是禁地 绝不能发生变故 谁敢放出瓦罐中的生灵 谁就得死 下一刻黑色骨垫剧烈抖动起来 为了防止消息走漏 鸟爷催动一个没有使用过的封印瓦罐 将歇狱的两位强者 以及三千道州的那群人 全部封印到了瓦罐中 紧接着鸟爷又无比严肃地对十号说道 还是将你的记忆也斩了吧 都怪我们遗忘了太多 只想着给你真黄宝树了 没想到还会牵扯出来这么大的因果 十号与葛姑一阵无语 这么大的事都能遗忘个干净 两个老头子真不靠谱 随后十号笑着对葛姑说道 好徒儿去吧 让这两位前辈帮你斩掉一些痛苦的记忆 以便解脱出去 葛姑闻言觉着这师父比那两个老头更加不靠谱 就在葛姑犹豫之际 十号与两位大爷一起出手 将其抓住 最后鸟爷出手斩掉了相关的记忆 便将葛姑给扔出了虚神剑 两个老头子又将目光锁定在了十号身上 并说道 该斩掉你的记忆了 然而十号却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们都已经神志不清 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需要我为你们兜底才行 鸟爷与金帝大爷没有废话 直接一起出手镇压相了十号 十号健壮则是大笑了起来 两位大爷 那就来好好切磋一番吧 我早就想要领教二位的真本事了 鸿蒙一声俱响 这个地方天翻地覆 三个人爆发了一场大战 不过并没有继续下去 仅仅几个回合 两位大爷就收手了 鸟爷继续说道 不斩掉你的记忆也可以 但你必须要守口如瓶 这件事关系太大了 很有可能会成为最可怕的大火 接下来十号又和两位大爷 开始审问仙玉的那两位强者 还真得到了一些秘闻 所谓下界牢笼 不是指八玉 而是指虚神界最深处 藏着一座牢笼 并且虚神界的存在极为特殊 哪怕在仙古纪元都很神秘 有别于其他的精神世界